好 各位可以看到在工地內的一輛轎車 整個四角朝天還出動了大批警銷人員 到場單家也拿出來了 而駕駛好不容易脫困 不過是一臉驚嚇 但還好他沒有受傷 而電影就發生在沟崇三明區的大順二路 在今天早上9點多的時候 證明萬姓男子他開車 原本是要右轉的時候 結果疑似是擦樁到了輕軌的路檔 結果導致方向盤失控 整個衝撞進入了輕軌施工處 還整輛車翻覆了 而是由警方到場處理 就測指示零 不過車上還有一名攀姓男乘客 是因此受傷了 而初步研判是疑似駕駛 沒有注意車前創況才會釀貨 目前警方還要在進一步 釐清車禍的原因 像是來自高雄的詳細情形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